作为全球首个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 苹果公司股价日前再次上涨 盘中一度达到了182.88美元 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 这不仅是全球首个3万亿市值 也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GDP体量了 截至周一收盘上涨2.5% 苹果公司股价爆182.01美元 创历史新高 市值2.98万亿美元 盘中一度突破3万亿美元 不过这个消息并不让人意外 各大金融系统的分析师都认为 苹果突破3万亿美元 市值就在这一两天而已 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万亿 是全球首富马斯克总财产的十倍多 如果放在全球来看 苹果公司在2018年8月2日 盘中交易中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 成为首家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 美国上市公司 仅仅两年后的2020年8月19日 其市值就达到了2万亿美元 苹果公司股价在2021年上涨了34% 仅仅两年后的本事就会变成了3万亿美元的